今天來到大埔的池山寺,是由李嘉誠先生發心興建的 根據池山寺網頁,2003年已經開始興建池山寺 直至2015年4月開放給觀眾 當時開放時我曾經來過,因為當時沒有人知道 很容易預約到可以參考池山寺 但今時今日要預約就要留意 因為每天只會放一個月後的一天出來 所以要早上起床去預約 尤其是通關後,更多人會來池山寺 根據網上搜集資料,池山寺由李嘉誠先生的Foundation 捐了3.1 billion 出來的 有多少個零就要大家自己計算 這段影片純粹想讓大家參觀一下這麼漂亮的地方 雖然這個字是一個佛寺,有佛教的背景 但本人沒有信任何教 所以我目的來到只是來靜一靜,感受一下這個環境 所以有時候這段影片突然間會靜一靜 就是因為讓大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聲音 和將自己的開車 雖然會有很多方法來得到 第一次開車 但也需要一個組字,因為車位很難預約,另外可以坐小巴,需要很多時間 開放給觀眾參觀的地方主要有三層,每一層都有一個庭園 早上我約了10點半,相對來說是比較多人,相對來說是比較多人 這次來到有些不同的地方,一進來就有人跟你介紹,12點鐘就有數包給所有人 1點半就有咖啡茶和蛋糕,請參學者去吃 這裏就是第一層,可以看到建築主要是拿回以前中國不同朝代的建築物和設計來建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層的庭園,在右邊可以看到一間很大的建築物 其實可以進去抄襲經,我看你也預計要一個小時左右,如果要寫得漂亮的話 觀音下面就是一個博物館,在這段影片的後面也放了相片和大家分享 可以看到觀音,可以看到觀音的左手對下的位置有一個很大的桿 那是用來做什麼呢?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木的盆子 在這裏,然後自己拿過去觀音下面的桿 在這裏,你也會用一個很合理的規則 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能夠穿短褲,如果要穿短褲的話 它就會被一塊布蓋蓋住 另外就要保持靜,有些職員拿著靜的放置 讓人們靜一點 另外,大家需要留意一下這個博物館不是每天開的 那你做預計時就先查清楚,否則好像我之前也沒有一個門釘 好了,我倒完水後,然後上了這堂樓梯去觀音 這個觀音是有76米高的 而它的底部是用銅去做的 看到這裏就差不多12點了 那我就去了它下面有個戶外的地方讓你坐 那裏應該可以派麵包給參學者吃的 但怎料去到已經很多人排隊了 剛好前面那家人好心就讓了一包給我 因為其實是可以派麵包給我 那這裏就真的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就吃完東西就繼續去參觀一下 那這裏就繼續去參觀第三層 那這裏是看上去第二層的中庭 那這裏大概12點半 那你想來抄襟這裏都不行 因為它中午12點半至1點半是會休息的 那這段時間可以特別留意到是少了人的 很多地方都很安靜 那天是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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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生命是中庭的空間 是在北大陸上 在北大陸上 在北大陸上 所以打開放多一點 不是沒有拉伸來 那你不配合 這次我早了一點點進去, 但1點半才開門, 讓參考者進去, 拿茶或咖啡和蛋糕 當日我買了一個雪梨茶, 是暖暖的很好喝, 另外有一個芝士蛋糕, 非常香, 很好吃, 因為我未試過在室內吃, 雖然這裡也有不少職員, 為時秩序, 但也沒辦法, 依然有人在這些地方 我當日是星期三來, 所以如果大家周末來, 可能會多很多人 希望你們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你們還未訂閱, 記得訂閱, 下次見, 拜拜! 會不會? 會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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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